先教的我把它剛剛專案已經刪掉了 我們快速的Review一下 這個也是上禮拜交的 我們講的就是有關如何快速建立 啟動了它了 然後這邊也設置好了 再來就建立一個新的環境 First Project這個專案 裡面的話當然我們會需要了解 所謂的它的那個開發的MTV的架構 MTV 那M的話還記得吧 就是你要建一個 你要放資料的時候一定要需要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話 我們上禮拜有利用那個 就是Eclipse裡面 反正就按右鍵可以把建立 我們需要的資料庫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範例裡面 還不太需要儲存資料 所以其實目前資料庫的部分 還沒有不會講到 我們會在之後啦 可能後面有什麼留言板 新聞公告啦 或者是說你可能需要 存一點資料 比如說像什麼 後面還提到比如說像什麼 BMI 人家已經輸入 然後最後你可能希望把它 輸入的身高體重跟最好 BMI 記錄下來的話 只要需要記錄的話 就會需要用什麼 用資料庫 那資料庫需求就一定是新增嘛 記錄一筆資料就新增 那如果資料有變更就修改 如果要刪掉就刪除 最後如果要把它列出來 那就把它怎麼樣做查詢 那T的話還記得吧 T有個Templates 就是樣板 那這個樣板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 需要轉到別的網頁 可能將來會需要用網頁的概念 那可能這邊會需要一個網頁的Template 那V的話就是View 上禮拜應該有印象吧 最後我們其實需要在 View裡面撰寫程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上禮拜都會講到 其實比較重要是V的部分 那其實特別注意 它雖然是MTV 可是目前前面兩個 還沒用到 所以其實前面兩個不做 先做後面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因為這個沒有用到啊 所以你其實建立專案的時候 前面兩個不做 做V其實也OK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的大概相關重點 如果有些細節你忘記的話 你可以再到哪裡呢 雲端上面 我剛剛講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個建立專案裡面 切過來的話 有相關步驟 我大概步驟 反正就照著做就對了 當然我們步驟一一先建立專案 有個重點就是 自動幫我Create一個Furder 自動幫我加一些東西到那個路徑裡面 這個一定要選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建立一個App 這個App不是手機的App 這個App指的是我們專案裡面的應用程式 那應用程式加了之後的話 你要Setting 告訴它說 我加了一個叫買App的東西 在哪邊呢 在Settings裡面做 那再來就是做一些環境設定 環境設定部分的話呢 其實這個其實Template的路徑 這個我想可以先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Template 就是還沒有樣板 這個可以跳過 不過之後如果你有加樣板 那這個一定要做 然後再設定View 設定View還記得吧 我們有加了一個那個View 叫HelloJungle 那這個HelloJungle 我們需要撰寫什麼呢 撰寫一個Diff 就是這個是一個Function 就是我們要在這邊 制定一個函數 函數名稱呢 叫做SayHello 那它會傳給我一個Request 我給它一個Response Response什麼呢 直接丟一個東西到網頁上面 叫HelloJungle 或HelloPython 那再來的話設定View的部分 View的部分的話 你就是在這個UIL UIL指的是我們網址上面 的根目錄下面 去執行SayHello 所以這個UIL呢 它看到SayHello 而且這個SayHello 會是在哪裡呢 在MyApp 就是我們建立的那個App裡面 會有一個View 它就會到上面去找到什麼呢 找到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 我們自己寫的制定函數 就會把結果用HTT Respond 把結果丟到那個網頁 就完成上個禮拜做的動作 應該還有印象啦 那我們快速的把它Review一下 一 先新建一個什麼呢 其他 其他裡面的話 有一個這個 這個Python的Jungle 有沒有 Jungle的Project 下一步 然後呢 記得就是選這一個 名稱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全部刪掉了 所以如果我現在呢 再建一個FirstProject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你這個名稱 剛剛刪除就忘了打勾 如果你打一樣名稱 它會出現XX 不行 好 那我們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再下一步 然後呢 這個 它問你說這個資料庫的格式啦 理論上選上面這個是比較OK的 1.4之後的 要不要產生資料庫 理論上因為我們現在還不會需要到資料庫啦 所以你這個不選其實OK 按完成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我就建立一個FirstProject的一個專案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話會有這些東西 是它自己幫你加的 那這個東西如果它沒有幫你自己加 你變成要手動加 要加這麼多東西 那一定很容易發生錯誤 所以理論上要讓它自己幫你加 自動化就對了 那如果你是要看書裡面 書裡面好像是要下指令 才會自動產生 好 再來的話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我要鍵什麼 還記得吧 第一步先鍵專案 第二步都按右鍵 請你直接記得哦 按右鍵的位置一定是在專案上面按右鍵 在這個地方 這個專案上面鍵什麼 鍵CREATE的一個APP 所以第二步 第一步鍵專案 第二步鍵一個APP APP名稱的叫MyAPP OK 這個時候呢 它會新增什麼 你可能要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多了這個東西有沒有 MyAPP出現了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右鍵的位置也很注意哦 因為上禮拜有同學右鍵按錯位置 也沒有出來那個功能 那MyAPP已經有了之後的話 第三個做什麼呢 請你在Settings裡面呢 做 跟它講說 我已經產生了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APP了 所以請你在33行這邊 它預設會有裝了這些東西的下一行 Enter一下 特別說這個可能要記 因為以後呢 這些都是任何專案開頭 一定要全部做的 所以你這不熟的話 以後你要做其他專案 那當然就有問題了 那這邊的話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MyAPP 記得字不要拼錯 MyAPP然後呢 這邊記得哦 應該先單引號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 然後告訴它這邊幫我加一個叫MyAPP的一個 剛剛建立的那個我們的這個APP 就連接過來 後面加一個豆點 記得哦 這個鍵完之後就第三個步驟了 一新增專案 二按右鍵新增MyAPP 三在這邊 好記得哦 這個是在哪裡呢 Setting 這邊鍵一下 鍵這個 所以一 二 三 好 記得起來嗎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做把它儲存一下 再來的話呢 請你在到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先做什麼 先做資料庫啦有沒有 不過呢 特別注意哦 我們有做資料庫這些動作 可以先跳過 因為呢 目前我們還不需要用到資料庫 所以資料庫部分可以先跳過 另外的話 還有新增資料夾 一個叫Template 那個也可以先跳過 因為我目前還用不到樣板 所以這兩個可以先跳 上禮拜有講到這兩個啦 不過 因為目前用不到 我覺得可以先跳過 之後用到我們再加好了 好 所以第三 第四個步驟的話 我們直接開啟View 這個View裡面做什麼呢 建立一個什麼呢 欸 DEF開頭 就是打個DEF 就是建立一個自訂函數 名稱叫什麼呢 叫SayHello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自己取的 然後加一個小瓜糊 你會發現冒號會自動出現 另外呢 請你在這個 這個裡面的話 請你打一個Request 打一個 我要跟這個網頁上面 它傳一個訊息給我 所以我前面講過 一定會需要一個Request 這個地方 它會自動會出現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這邊 或者你直接把這個直接打完Request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底下 打一些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 實際上我們會需要什麼 幫我返還 就是它過來之後 我會丟一些東西回去 所以叫Return Return 所以這邊打一個Re Return什麼呢 欸 一個Response的訊息 不過Response的訊息 記得那個Response的訊息 必須是使用那個Jungle裡面的 它的一個 一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是HTTP 所以你記得要先匯入 Jungle裡面有一個叫HTTP的一個 這個 這個韓式庫 然後裡面的話呢 會Import什麼呢 Import一個叫HTTPResponse 我需要一個 打一個H大寫 這邊會自動出現 那你利用它怎麼呢 利用這個HTTP的Response 幫你怎麼樣 丟一些訊息到網頁上去 就是一定要靠它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丟什麼 丟那個 比如說你丟一些訊息 Hello 然後我也許是Jungle好了 然後驚探 OK 好 我們就有個View了 這是第四個步驟 第五個步驟的話呢 我們就是載到UIL 這個UIL 打開它之後有沒有 再跟它講 這個地方 我需要在你的網址上面 我要輸入一些東西 那請你幫我把 Say Hello顯示出來 那其實 我們可以再重新產生一行 那個新的UIL 其實你可以拿上面這一行來改 比較簡單 那要改哪些地方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是Admin是管理 我們請注意哦 請你把原來Admin到斜線的地方 把它改成一個前的符號 表示結束 意思是說我的網址的開頭跟結束 中間沒有東西啦 意思是我原來那個網址 那如果你幫我連結到這個網址的時候 幫我轉到這邊View裡面的Say Hello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重要 我在這邊打一個Say Hello 不過如果你這邊View有存檔哦 特別說上禮拜好像有同學跟我講說他不會像我一樣 如果我打了一個Say 打一個Say有沒有 你會發現 打錯字了 Say Hello 不過它會自動帶出來 我點兩下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把那個剛剛的My App My App在這裡 裡面的View有沒有 View裡面的Say Hello 自動幫我帶過來 上禮拜好像有同學他不會自動帶過來 可能的原因應該是這個View沒有存檔啦 上禮拜有講到啦 應該有印象吧 只是這個可能做完 不過如果這個名稱錯了 記得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Say Hello 然後把它Save一下 如果這邊Save的話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然後把它重做一遍 其實就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這邊如果那邊View有存檔 而且沒錯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個功能我覺得還蠻方便 自動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Say Hello 輸入完畢之外 也會自動幫你把這一行加進來 這一行的意思是從這邊去引用 我需要的那個有沒有丟訊息到網頁 就Adv Respond那個動作幫你做完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就OK了 如果你OK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怎麼樣 直接載到這邊去做什麼呢 執行到Jungle 假如你程式都沒寫錯的話 應該看到的結果是黑色的字 但如果上禮拜有同學 執行之後發現紅字啦 那表示你程式有打錯 那你就可以再到這邊 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貼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這個地方貼上去 並且讓它執行的話 HelloJungle就出現了 完成 這上禮拜最後講到囉 一定要熟練喔 還記得我剛剛做的動作吧 重點回顧一下喔 因為其實動作還滿 一 鍵專案 二 做什麼呢 按右鍵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這個 一個App 三的話就是Setting一下 讓它知道說我多了一個東西 四的話呢 就是開啟它的View 在這個View裡面呢 打這些程式 這些程式也不用死倍啦 雲端上都有 其實你可以參考一下 五的話呢 就是UIL裡面 再多增加這一行 六就執行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有六個步驟喔 一 一 二 三 在這裡 四 就是View 五 五的話在這裡 六 就執行 OK OK 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 試一下喔 所以我講過啦 你除了要會 應該上禮拜的東西還記得啦 就是說熟不熟練 另外一回事啦 而且 除了熟練之外 也要不要出錯 這個才是很重要 因為後面的東西 一定是在前面的基礎 再延伸出去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請各位 多多的把這些 盡量熟練喔 六個步驟喔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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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